3月30日 京广铁路撑州段发生线路塌方 致使T179次列车运行至该区段时 转上塌方体 发生多节车厢脱线轻负 造成一名铁路沉井殉职 127人受伤 记者31日在湖南撑州市永兴县第二人民医院 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T179次列车长赵大伟 据他回忆 事故发生时 他正在15车和16车连接处附近进行防疫消杀工作 列车突然紧急制动 使他右侧头部和右侧前胸受到剧烈撞击 待列车停下来后 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已经朝一面侧倾 赵大伟说 他缓过身后 立即查看周边情况 找到电话向上级部门汇报 同时对旅客展开救援疏散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是都挤在一个地方 他们从那边掀过来 就是很多人都挤在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慢慢的就爬起来 爬起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 都开始就蒙了 站在原地就蒙了 就全蒙掉了 然后我又喊 就是拿队长机喊乘务员 我说乘务员有没有事 有没有能动的 我们当时就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 先就旅客 我说其他人先走 不要留在车厢里 你们先走 赵大伟说 得益于平时对突发事故的严格演练 以及最先赶到现场的沿县村民的帮助 乘务员们开始迅速组织乘客自救撤离 当他最后一个从所在车厢出来后 发现好几节车厢发生轻浮 靠近车头的19车发电车已经起火 赵大伟将所有乘务员分成两组 一组继续搜救 一组集中列车上的灭火器 对着火点进行灭火 细心的是 所有乘客都只是受伤 遗憾的是他们的陈警长 年仅26岁的于中元 最后没能跟他们一起撤离现场 我最后看到他的时候 他在执行他的任务 这是我看到最后的声音 记者查询铁路12306购票系统显示 目前他方区间已有4月1日的车票销售 总领 打执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